謝龍介打分數 蔡英文90 豬豬姐70 台南市議員 謝龍介由於說著一口流利的台語 又與台南市長賴清德 長期打對台而出名 近日在上蘋果紅星A 真心話大冒險節目時 被主持人問到 對蔡英文已經林全新內閣的表現 他竟然給了高分的評價 蔡英文政府跟林全新內閣 上任一陣子了 您給他們打幾分 他的九七英雄 我是跟他打九十分 九十五年 孝子眼多 他沒有製作新的問題 所以看起來 他也沒喝下去製作問題 其實要製作問題 第二 他沒有解決問題 起来他可能沒喝 有人解決問題 這樣就是表現不錯了 這樣的稱讚 難道龍介先是藍皮綠果嗎 於是當他再被問到 對蔡英文的評分 他說 在北匯大紀的情形下 他可以到這裡 我是打一個七十分 他可能就此言說 會給他打九十分 那不一樣 因為 對自己人標準比較嚴重 不是我們對兩人的 那個基台不一樣 基台筆不一樣 美國 筆就是這個硝油的美國筆 有這個萊克多巴胺 這個硝油的 那個子弟也叫做硝油 硝油 但是呢 那吃久 孩子也不會生 所以在這間手間 還把阿條加五分 喔 原來是這樣啊 下次要講清楚嘛 不然很容易以為 龍介先也是來臥底的耶 動專題 不要再給我打分數 報導